詞曲 嘉宜 綸 緝وي 若生命再次旅行 你要哪種風景 是点天风和日丽 还是要暴风雨 若重回一次年轻 你怎改变命运 是抹去悲喜痕迹 还是要静止淋漓 浓浓的回忆 浅浸的曾经 过去的泪滴 后来的浮云 看人生电影 冲破自己 美丽的足迹 长长的影子 远远的旅行 我回到过去 和从前叹息 看世中倒影 两个字迹 渐并渐努力 长长的影子 渐渐渐渐渐努力 我回到过去 和从前叹息 看世中倒影 两个字迹 渐并渐努力 就说 Alberto 你们先站好 等一下再接过了 好 谢谢 坐 maintenant 来 отправ squishy 來 痛不痛 痛 哥哥都沒有哭 很厲害 就算不是他自己輕生的 也沒必要打成這樣吧 不好意思 不過請你體諒一下 他懷孕了 情緒起伏會比較大一點 唉 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女的懷了你的小孩 難道祖惠就不是你的小孩嗎 姐夫 你不能偏心 他跟孩子們都還在適應期 而且這個年紀孩子 本來就比較調皮一點 他做後媽的希望孩子好 如果說親了他們不聽 如果說中了 就他們心裡不舒服 是嗎 這就是他破壞人家家庭 需要付出的代價 美蓁 她是怕如果沒有教到孩子的話 孩子學壞了 你們會責備她嗎 教孩子用說的就可以 而且她不是很愛告狀嗎 那她就跟你說一聲 你再回來罵她不就得了 我一定要告她 不然我怎麼會配到你家媽媽 家務事嘛 我們試一下瞧一瞧就好了 鬧上法庭多難看 我們已經離婚了 我看你還有什麼家務事 你還是孩子的爸爸 但是我跟你已經沒有關係了 我也不想走到這一步 我又替我的孩子討回公道的 你到底要怎麼做才可以不告他 他對你就這麼重要 你為了他可以做任何事 我不是這麼說 他懷孕了嘛 事情不要鬧大 是他打我的孩子把事情鬧大的 現在怪我把事情鬧大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希望我們各退一步 可以嗎 我不退 我就是要告他 我要他付出代價 我要他坐牢 姐 我們就事論事 先不要怒氣 我現在就是舊事認識 所以我才會在這邊跟他說話 如果我是怒氣的話 我就會直接衝到他鄉 去我的孩子討回公道 姐夫 你剛剛說各退一步 那你那邊的讓步是什麼 很顯然的 你現在的太太 並沒有跟兩個小孩 建立好關係 不如你就把他們兩個 交給姐姐照顧 天底下沒有比親生媽媽 更適合照顧自己的孩子了 更何況 現在小孩看到後媽都會怕了 你還要他們生活 在同一個屋簷下嗎 姐夫 這對你 對你現在的太太 對姐姐 對孩子都是好事 姐 你覺得呢 可是 孩子跟親生母親在一起 剛剛是最好的 怎麼樣 你要跟媽媽回家嗎 她那天啊 把孩子接手之後 就再也不接我電話了 她喔 那天沒有鬆口答應要讓孩子回來 我就覺得奇怪 果然 只是緩兵之計而已 她應該也是什麼的小孩 她不是這樣的人 姐 你們婚都離了 妳還幫她講話 不然你要我怎麼辦 你 妳真是只熬虎 妳說要告也沒有告 那女的來搶妳老公的時候 有看好日子通知妳嗎 沒有嘛 大姐 不被別人欺負的最高原則 就是妳要比她更強 那個女的很強勢的 姐強不過她的 不然老公也不會被人家搶走 就是因為這樣 今天才要找你們來 想說要來討論看看 要怎麼做 還要想怎麼做 當然是把小孩子搶回來 看她組會被打 全都都硬起來了 好 那搶回來以後呢 我現在在婆家 向人家伸手 要看人的顏色 恐怕是幫不了大姐了 搶回來以後 當然就是母子相依為命過日子 多幸福啊 妳說得倒輕鬆 那一睜開眼 一家子要吃要喝的 錢從哪裡來 姐夫還要問 對不起 那個 意思是改不了口 男人養小孩 不然就天經地義的 不然就不要生 像我沒結婚 就沒這困擾 你跟淑慧爾這樣 我最後再跟你算 都提親定婚 在那邊拖拖拉拉的 今天主角不是我 不要罵到我身上好不好 大姐 先把孩子接回來吧 雖然我現在 還在多學徒實習 多多少少有點零用金 孕婦家裡吃飯什麼的 還過得去 只是房貸 還是孩子的學費 我可能就沒辦法了 謝謝你的心意 我也會去外面工作的 我現在就走一步 上一步了 真的謝謝你們 沒有我有沒有辦法出錢 我這月光主 還真的幫不上什麼忙 不過去把小孩子搶回來 我辦法倒是挺多的 什麼辦法 出閉了 來 你們出來拚拚你 這屋子裡面有個女人 搶別人老公 還說要連孩子一起照顧 結果把小孩打得全身都是傷 現在躲起來不該出來面對 你們說 還要貼你嗎 朱美真 我知道你在裡面 有膽打人家的小孩 就要有膽出安全了 偷偷摸摸 算什麼 對 幫我的孩子還給我 不會 想按你們在裡面嗎 我還欠你們了 我來了 上去 快點上去 喔 朱美真被我裝死 你現在給我出來 偶子 把你家門撞爛 出來 你們在不走 我就要報警了 歡迎你報警 我拜託你快報警 那驗傷單還在我們這裡 警察來了 我們告你 我告訴你 流氓 走開 流氓 我們就是流氓怎麼樣 你要報警是不是 去報 看警察是抓你還抓我 報 快報警 朱美真 哥哥 之前舅舅不是廚師嗎 他為什麼說他自己是流氓 我們很小的時候 他好像當過流氓吧 後來改過自新去當廚師了 好酷 跟自偉舅舅一樣 你覺得當流氓很酷嗎 嗯 朱美真 朱美真給我出來 你叫我家幹嘛 我姐夫 你這 姐夫 我叫前姐夫 我要叫她什麼 你身為孩子的父親 所以我還是叫你生姐夫 今天我們是要來把孩子帶走 對啊 不是說小孩要給我們嗎 怎麼樣 不接電話什麼意思 姐夫 你那天在警察局說過 只要我們不告你老婆 就要讓我們把孩子帶走的 為什麼帶弟妹來我家門口鬧 你答應過我們 要把孩子還給我們 可是你沒有做到 好 所以我們才來你家門口鬧 如果你做到了 我們就不會來你家門口鬧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為什麼我不接電話 我們跟他廢話那麼多 直接把小孩給我們 不然我們就拿夜餐單去 你信不信 不需要這樣子 你跟大姐都是疼孩子的人 但是裡面那位就沒有同理心 身為孩子的舅舅 我們沒有辦法把孩子 交給這樣的人 李志偉 你跟他講那麼多廢話 沒用 我們今天不帶走孩子 我們就不走人 你們能不能夠冷靜一點 孩子那邊我都還沒有說這件事情 給我一點時間處理好不好 給你一點時間 萬一你又跳票怎麼辦 我們大家 哪有那麼多沒有時間並緩 好夠啊 姐 我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 來 你給他機會幹嘛 謝謝 主婚 蔡愛 我要在家裡等你們喔 哥哥 你想要回去媽媽那邊嗎 我不知道耶 可是如果我們回媽媽那邊 你就可以跟姐姐在一起了 可是爸爸不會跟我們住在一起 我很喜歡爸爸的說 我也是 你怎麼又喝醉了 沒事了 我不是有跟你說過 你要喝酒 我就找朋友來家裡喝 你這樣子喝醉 直接睡覺禮物 我也比較放心 我沒事了 你還不兩個來 都幾點了 早就睡了 好喔 我現在來要喝酒 我現在來喝酒 我現在來喝酒 我坐來喝酒 小肉肉的 跟我妈一样 这么大了 还提一辈子 以后你就是家里面 唯一的男人 你要代替爸爸 照顾姐姐 照顾妹妹 要保护妈妈 知道吗 你们要偏偏恩爱的长大 你要快快乐乐 到那时候 你要孝顺妈妈 知道吗 妈妈真的很爱你们 要保护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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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要保护妈妈 小慧 檔案 姐 我好想妳們 我也是 姐 妳抱好緊 我都快吵不過去了 我等妳們等好久 這樣子以後我媽不在的時候 我就不會自己一個人了 那我們又可以像自己人一樣 一起玩了 我把妳們的房間都整理好了 然後也把妳們的被子 都曬得暖暖的 媽媽 他們以後真的可以不用 再去爸爸那邊了嗎 以後我們一家四口 就可以一起生活了 媽媽準備要去外面工作了 所以以後家裡面的家事 我們就要大家一起分擔了 那小培 以後妳要教妹妹 洗碗 洗米 還有澆花 好 那麼多 不用擔心 我會幫妳 祖蕙 妳是男孩子 那妳的力氣比較大 所以妳就負責倒垃圾 我可以負責洗碗就好了嗎 如果你只要洗碗的話 那妳就要加上洗廁所 那我還是倒垃圾好了 大姐 我給妳看我的芭比娃娃 是芭比買給我的 好 走 我在來看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 漏掉的球紙機會 對蘭 你的手還好嗎 已經好了 不用看了 媽媽以後絕對不會讓任何人 有機會欺負你們的 好 那你再幫我看看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 適合我做的 張董 那就再麻煩你了 OK 好 改天再吃個飯了 好 國中異業 對 妳是二度就業 幾個小孩 我有三個小孩 多大了 一個國中 兩個國小 那婚姻狀況呢 離婚 我們這邊工作的時間比較長 而且還要配合你班 那你一邊要帶小孩 又要上班的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配合你 在我們公司裡 你的學歷 經歷 年紀 都不管用 關鍵是 你只要肯從 肯拚 肯努力 機會就是你的 我們公司是採責任職 不打卡 雖然說底薪低了點 但是福利還是不錯的 重點是 你只要能達到 公司給你設定的業績目標 光是業績抽成 就保證你可以年薪百萬了 求職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順利 不曉得你是不是每個月 好朋友來的時候呢 三點就會留意你不輸 我試過推銷兒童美語 想不想讓他先提早學習英文呢 也在百貨公司賣過寢具 像我們家的床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賺到的錢 也只是勉強購吃飯而已 就在我感到絕望的時候 接到之前面試庫的公司電話 說我被入取了 現在為各位介紹 本學期錄取的新同學 第一位 是剛從軍中退伍的周子安 來 歡迎他 大家好 接下來 是謝俊傑 他可是職場老手 歡迎他 最後一位呢 是二度就業的李芝芝 她曾經是美麗的車廠小姐 來 歡迎他 大家 我一定會努力做的 請多多指教 非常好 我們就是要你這種衝勁 歡迎你們加入我們 百萬年新的行列 你們看 那牆上的戰機 尤其是那一位第一名的官警 那都是你們的時政 你們將來一定要跟他好好學習 大吉 好趙頭 好 趙頭 趙頭大哥 今後就靠你了 我們要一起加油 好 李芊 妳家開神壇的 這個水晶可厲害了 他可以進化磁場 還可以招財招桃花 我們做業務的呢 最需要的就是好人員跟好運氣 好厲害 面面俱到 那是一定要的 張先生 我是李小姐 之前在說明會上面 我們有見過妹 妳還記得嗎 不好意思 我想要冒昧的跟妳請問一下 不曉得 妳對我們的說明會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的話 我可以親日登門拜訪 好好的再跟妳解說 喂 張先生 喂 是 是不是 是 謝謝您的指教 怎麼回事 他問候我 爸 我媽 我阿公 祖宗十八代的問候過一遍 我們老朋友這麼久沒見面了 再怎麼忙 那飯總要吃吧 給妳知道 我最近投資賺了一點私房錢 我想說請大家來喝一杯 少囉嗦了 擇日不如裝日 我看就今天 這樣還是老的啦 謝謝老大有錢請客 那我可沒本錢 黃師傭 你起來吃飯 店燒些人脈給你們認識 謝謝 好 好 好 有什麼沒有大老舍 我就忘記了嗎 你不是要垃圾以來 蟑螂跟螞蟻嗎 也還好吧 展愛 妳知道這個禮拜換洗碗嗎 我們才當吃完泡麵 我得要再去洗 我現在肚子很餓 我用鍋子煮麵 家裡這麼亂 妳馬上一點感覺都沒有 也不要幫忙整理幫忙收拾 你們到底把家當什麼啊 你也一樣啊 之前你答應媽什麼 結果呢 你現在什麼事情都不做 倒個垃圾而已嘛 又沒什麼到不了的 下次再倒就好啦 下次下次 你們有幾個下次啊 趕快去做啊 我不要 趕快去做 我不要 你要洗就自己去洗嘛 在吵什麼 怎麼了 他們把家裡那麼軟 都不整你 初衛 展愛 把狀收一收 舅舅會賣很多好吃的回來喔 整理一下 我們準備吃飯了 我們準備吃飯了 好吃嗎 我把剛剛那些食物放冰箱了 應該夠你們吃幾天 謝謝三九 妳媽最近還是很晚回來 是新工作需要值班嗎 我不知道 她都沒有說 好 過來問問她 來吧 喂 這裡 我在應酬 我 怎麼樣 小培要他們吃飯了嗎 再吃了 我讓小培跟妳講電話 喂 媽 妳幾點會回來 小培 媽媽今天應該不會 那麼早回去 妳早點睡不要等我了 那妳自己也要小心 不要喝太多 好 我知道 晚安 拜拜 來 去吃飯 嗯 菱姐 妳在這啊 對 那我指定妳去唱 月亮代表文心 好 我當然馬上過去 好 好 恭喜啊 來 來 大家掌聲 我們關姐恭喜一下 關姐啊 很有機會啊 可以拼到 年度最佳的業績獎 除了有獎金之外 還可以分紅呢 你們三位新進的人員啊 要跟前輩多多學習啊 知道嗎 不是 我才剛退伍耶 一堆朋友都還在當兵 還有人還在念一舊所 然後什麼閒錢買什麼零骨塔 我看我還是講好 很多朋友倒是退休了 有些閒錢 那這樣很好啊 應該很好賣才對吧 可是他們私底下都跟我太太說 會觸眉頭 我爸媽也這麼說 智智 妳呢 我臉皮薄 我還不敢跟家人說 我在賣零骨塔 該不會我們三個一起進來 三個一起畢業吧 不如我們跟客戶說 這是個投資商品 可以短期套利 保證一年之後增值兩倍 然後我們中間 可以自己先定一些利息給對方 等我們拿到獎金就閃人 可是我才剛退伍耶 我有拿什麼閒錢拿出來電 這種騙人說謊的事情 我覺得我做不來 你有沒有什麼 比較正當一點的方式 這是權宜之計 不是騙人 你也許到時候搶手了 真的翻倍了 他們還要感謝我們 我覺得 我還是去發傳單比較適合 來 小心 小心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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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白癡 1 2 1 1 買零股塔呢 你怎麼會發這樣子的傳單 不然我也不知道 怎麼讓人家知道我在賣什麼 你在上面寫 投資自己就是投資未來 等人家問你 什麼是投資自己的時候 你再回答就好了 謝謝你 你真的幫了我一個大忙 不會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投資自己 投資未來 小舅大哥 拜託你今天一定要讓我開張 小舅哥 你好 喂 你好 我是李芝芝 很高興為你服務 長阿姨 是 有 我隨時都可以去拜訪妳的 好的 那我把合約書背妥 明天去找您 好 對 長阿姨 妳之前有說過 妳是不是常常要去醫院復健 如果妳家人沒有辦法陪妳的話 妳可以撥給我 我可以陪妳去 別這麼說 人都會老的 我也會老 好 那明天見了長阿姨 再見 開張了 恭喜 還沒有簽約不算開張 好 那知道 好 竹竹姐 有客戶指定要找妳簽約 我請她在小會議室等妳 真的嗎 好 一巧而已 胡小姐 妳好 不好意思 工作比我想像的還要辛苦 還要折磨人 但是帶來的成就感 卻也是無價的 這一切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裡 好 這樣不行了 來 阿姨 妳怎麼問早就回來了 是妳太晚回來了 現在都幾點了 小白她們都已經睡了 過兩天 也要交學費了 還有一大堆的账單沒有繳 理解我 現在整天被錢追著 拚命的 大姐 我從來沒有看過妳這個樣子 怎麼了 下母機 保護小機一樣 捍衛妳的三個孩子 每一個媽媽都是一樣的 小媽 以前不是靠打小廁所 把我們養大的嗎 我跟媽比差太遠了 工作順利嗎 托妳的服務 我不斷破了鴨蛋 而且還一飛沖天 下學期孩子們的學費 又著落了 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辛苦妳了 不辛苦 三個孩子們比較辛苦 他們也需要學會照顧自己 小培已經在擔任小媽媽的角色 照顧弟弟妹妹了 雖然這樣說 對小朋友不公平 但說真的 如果沒有她的話 我真的撐不下去 當然還有妳 謝謝妳為我做的這一切 我全部都記在心裡 工作怎麼樣了 很好 老闆還開分店 要我去學習怎麼樣經營 還分辨了一間宿舍給我住 宿舍 所以妳要搬走 不過假日還是可以回來 看妳跟孩子們 看到妳現在 有這麼好的成績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真的好為妳高興 人家不計較我的過去 我現在是更加努力 才不會辜負老闆對我的期望 好了 晚安 趕快去睡吧 把妳把它弄好就好了 妳在這裡 麻煩你了 一家人說什麼麻煩 晚安 晚安 當下的我們 其實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每天晚上可以好好的道聲晚安 祝福彼此進入甜美的夢想 就已經是最大的滿足了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現在公司啊 只是資金調度出了一點點小問題 各位的薪水啊 下個月一定拿得到 保總啊 資金調度有問題 是妳的問題 我們還有養家活口 這有沒有怎麼過生活 我也是一直在幫大家想辦法啊 你興趣的話才才剛裝很好 還有錢買新車 資金出現有問題 那妳錢從哪裡來啊 我看妳小心讓妳們薪水 好 大家稍安勿躁 相信我 我一定會給你們一個交代的 保總 這樣一句話要我們怎麼相信你啊 那妳要我怎麼辦啊 這樣我是不是就拿不到錢啊 要錢沒有 我家還有三個小孩 等於我的薪水回去付學費 我看妳要另外想辦法了 不要只忘公司了 才能付妳們的薪水啊 走了 我要我的薪水 我要我的獎金 我告訴妳我已經沒錢了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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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 走 我不管今天公司都要賭事情 我一定要拿回兩二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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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錢找錢呢 不找錢怎麼辦 我 楊總 如果今天 你不把錢吐出來的話 我們就要一起變更 那個花瓶音樂歲 高森報警 好 秦塔先生 妳總要給我時間 我出去找錢 我才能給他們 要不 給我三天時間 三天 我就把這個月的薪水啊 還有獎金啊 都發給他們 你們都聽到了 你們老闆 同意發放這個月的獎金跟薪水 你們可以放心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錦條先生 謝謝錦條先生 謝謝 謝謝 你們誰要把櫃子移開啊 進村很不方便 好 不好意思 來 來 好重 一 一二三 不行 這個很重 很重 好不好 就是你剛剛也太厲害了吧 李姊 你剛剛拿來的省力啊 可以用這麼重的櫃子 我們四個大眼神 都快推不動了 好 我想到我家的三個小孩 需要推得透了 來 來 小心 往前 我們終於 走 走 走 日子 就像車輪一樣 不停的往前走 它其實 沒有辦法給你多餘的時間 去思考 只要一停下來 下個月的開銷和賬單 就會付不出來 來 早餐就吃這個 上個月我有一半時間沒有工作 所以這個月我們要省一點 吐司補充澱粉 肉鬆就補充營養 那檸檬呢 該不會要叫我們配檸檬吧 昨天我在回來的路上 看待一台貨車 賣了好多的檸檬 賣得好便宜 所以我就想說 買了一大袋回來 這樣我們可以自己炸 補充維他命C 感覺很好吃 媽 好好吃 媽 我在發育 等一下中午吃營養午餐的時候 再把它補回來就好了 一個人只有兩片 小氣 等到我領薪水的時候 再請你們吃大餐 好棒 早安 好吃嗎 喂 你們怎麼沒有吃早餐 我早餐還要訓練大餐接力 不能吃太飽 我今天是指日生 非要提早去學校 好吧 那你們趕快去吧 小心 好 好 小培 理念妹妹他們今天沒有吃早餐 我們可以多吃一點 我們藝人有四片 超小培 我媽說要吃什麼 隨便你家 不用了 我只是來你家看書而已 沒關係 我媽說要請你吃的 真的嗎 嗯 那我就不客氣 不用客氣 吃飽一點 等一下起來精神做功課 謝謝 妹妹 這個讓你帶回去給弟弟妹妹吃 阿姨不用了 沒關係 冰在冰箱裡 要吃的時候用電鍋熱一下 就可以吃了 謝謝阿姨 好 拿著 哥 哥 哥滾 你不要過來 我關 你會被燙到 好 你們在幹嘛 薯麵經濟大嗎 對啊 我們不想再吃吐司了 姐 你怎麼那麼晚回來 我去同學家 他家有一點遠 我又沒有錢坐公車回來 所以就走路走了一個小時 媽媽咧 媽媽說她今天要加班 會晚一點回來 我有帶自助餐的菜回來 我先弄給你們吃 好棒喔 那我再捲一顆雞蛋給你吃 你看 這是我同學的媽媽 特別愛人給你吃的 看起來好好吃 好 怎麼辦 找我了 李姿姿 你幹什麼 教訓你這個 你要幹什麼 吃人不吐骨頭的 混蛋 不要 我們搬家吧 反正爸爸也不會回來 我們一起去開始 我們的新生活 讓時間帶走我的倔強和傷悲 留下一點幸福滋味 任歲月匆匆流去頭也不會 錯過的不必再去追 走過那些刻骨鳴性的路 不曾後悔 生命給的每一次機會 我學會珍惜有你的每一天 再給我一點智慧 讓回憶變得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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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星星笑得多甜 天啊 天啊